不然我們沒辦法來吃飯 要讓我們自己這樣 要讓我們自己在這邊吃 要用經濟一下 我們還有一處 林甘石 天皇的成名 台灣民政府 滿載 台灣民政府 滿載 現在就是這樣 非常好 你看看你們的豪雄看 你們的臉都紅的紅的 不是會那麼高 紅的紅的 漂亮 班長 我們那個 那個鐘要掛在哪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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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纪元 我们下課的时候 我们现在新学院的高兴 会造成混淆混乱 刚才有人说 你们去旁边还说话 会插到他们旁边的 如果我们下課 刚才有上課的时候 我们保持一个范围 保持一个范围 我们的班长有话要说吗 我们今天想起来 我们台湾民政府在这里 都是在座的努力和打拼 我相信 经过这些社会 经过这些社会 我们的了解 这不是普通的 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大家努力打拼的 所以我们要向自己鼓勵一下 好吗 好 有的人在等会这样 咱鼓勵一下好吗 来 班长 喂 刚才我们的工修站在那里 老冬你看 那两个衣服都沾到 不知道里面有沾到 我不知道 说好笑 这就是 我想到 我们头一期的 第四期的人 当天的时候 没有皮肚睡的那种 草控 可以搅拼 可以搅拌 可以搅拌 放得舒舒服 这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可爱的所在 所有东西的努力 所以 我们所付出的 稍快的时间 稍快的 你回头 再看看 一旦去 看到 那些 那些 奶奶 社会的 吃下去 哦 扔到这样 是你的脸 好 我知道 我们阿公 做这些 我到那里 在到的享受 我们现在的努力 就是 为了我们的 怕得顺顺 所以 我们要认真 要再打拼 这这样 我是说 我感觉 是像 跟我跟我说 未来 我会看 我孙子的手 看来这些散步 看看 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有点是 非常 让我们 做一个 纪念 哦 我们差不多时间 要够了 我们同样 我们这些 这些 後面那些 不太软 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不可以放 吃病 吃病 我们的吃病 我们自己的吃病 头上 我们自己这样 要整一下 对 看起来 就有声 啊 面面面 老外 不用穿 来 去上了 稍微注意看这 嗯 去上两个来 班载 我们做一个 男士台湾人 来 班载 来 班载 再一次 男士台湾人 班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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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的羅偉元 買一百 我們來獎勢 鼓勵我們的羅偉元 好 還有一次歡迎我們的羅偉元來獎勢鼓勵一下 非常辛苦來到我們這裡 讓這個最好的議題 來提供給我們有真正的尊伯 勞力 獎勢鼓勵一下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邀請到非常稱職的民意代表羅蘇蕾 羅立委 大家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接下來的時間就完全交給他了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主持人 還有在座的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一路走來 從台北早上八點鐘就出發了 沿途上就心裡在想說 那到底今天來聽的人到底是誰 那會不會有人給我 會不會有人給我吐吵 或是還有 還是有人給我嗆聲 這個就是民意代表每年出門 第一件事情想的事情 那我們都知道 台灣會來當民意代表的大部分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世襲 也就是說 爸爸做完 換誰做 換兒子做 不然就換女兒女婿 媳婦也可以做 就是世襲 那再來第二種就說 唉 有一種理念 我就是要為民服務 可是理念型的 他說做做 沒有幾天差不多跑掉了 因為不是人幹的 那第三種就是說 不知道莫名其妙來的 那我就是屬於那種莫名其妙來當民意代表的 因為我是在2008年的時候 國民黨跟親民黨合作 就國親合作 那當時國民黨就給親民黨 三席安全名單的部分區立委 那這三席名單裡面並沒有羅蘇蕾 我是怎樣 我是排在一個不安全名單的一個 排在30名 那因為我本身啊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本身是會計師工會理事長 我是第一個女生 當上會計師工會理事長 你看這邊有好多女生 我們一以龍明 那我是會計師工會理事長 我本身有很好的一個業務 我自己事務所做得很好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打行政救濟 那在快事之間 我有一個我相當的一個知名度在 那怎麼會來當立委呢 因為我根本不想來當立委 我也不想當民意代表 我到現在為止啊 我媽媽還沒有來過立法院 我來立法院六年了 我媽媽沒有來過立法院 我九十歲的老媽媽沒有來過立法院 她說你好好人 好好的一個人不當 幹嘛跑去當立委 天天跟人家吵架 天天被人家罵 幹嘛啊 而且那個也沒有賺到錢 什麼都沒有 賺到是什麼 賺到只有每天提心吊膽 被人家罵而已 還要人生威脅 每天都有人跟你嗆聲說 你吃飽嗎 你比較注意 那我只能回到說 吃飽了 要怎麼輸在你啊 就是說 我本來我根本不想來當立委 那時候國慶合作 我是在不分期名單排名三十名 三十名是根本沒有希望 那時候宋主席是說 立法院要有個會計師 因為立法院到目前為止 我是唯一的第一個到立法院的會計師 他說立法院 立法委員的職責 本來是在看預算的 那沒有會計師 那到底誰看得懂預算 所以他認為說 應該要提名一個會計師 可是那時候他找我說 我說我不想 我不願意 我不要 我不願意放棄我很舒服的生活 我幹嘛跑去當立委呢 所以他給我排在三十名 他說排一排 那那個那個 最起碼就說 那個 在會計 那個不分區名單裡面 有一個比較好看的 所以就被排上去 那 老天真的是對我很厚道啊 我是從三十名跳十四名啊 大家會覺得說很奇怪 為什麼會變三十名跳十四名呢 因為當時我剛剛提到 清明黨是三十名安全名單 還有一席不安全名單 就是在三十名那個我 可是後來十四名的那個人 就排在十四名的那位 大家都知道有個導演叫梅長坤 有沒有 梅長坤就給馬英雄丟雞蛋那個人 那梅長坤 他就一個名導演 他導演過那什麼報告班長啊 就那些那個軍序的那個電影 那這一個導演的妹妹 他本來排在十四名 他說有一天早 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覺啊 那就是要提名之前 他在睡覺 那他睡覺的時候 他就有一股 有不知道是誰啊 一直在跟他講 他說好像鬼在跟他講說 你要去簽戶口 你明天一定要去簽戶口 後來他第二天早上醒來 他就糊裡糊塗就拿著他哥哥的戶口名簿 就跑去簽戶口 因為他也沒有搬家喔 他也沒有買房子 什麼都沒有喔 他就是拿著戶口名簿去簽戶口 他戶口一簽 就變成什麼 資格不符 啊資格不符的話 那我就怎麼辦 就三十跳十四啊 所以 就是老天叫我來的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做 那更發生一件更神奇的事情 因為我想排三十名沒有希望嘛 那三十名沒有希望 那也不干我的事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帶領會計師公會 到雲南去考察 順便去旅遊 要回國的前一天 我們到一個地方 叫龍門 我不知道大家有去過了 去過那個龍門 那個龍門 它有個地方 那個有個峭壁 峭壁上面有一尊觀世音菩薩 那觀世音菩薩的腳邊 有個洞 差不多這麼大的洞 這麼大的洞 那那個洞 當地的地培告訴我們說 那個洞叫希望之洞 說假如你用人民幣一塊錢 就是一個圓圈那小小的那一塊錢 然後你只要用一塊錢把它丟進去 他說丟了進去的話 齁他們反正那個大陸那個地培很會改 你要當總統的人 你想當總統的都可以張總統 你想當董事長的就可以當董事長 反正你就是 你只要丟的進去 你就心想事成 只要你想要什麼 就可以得到什麼 官世音菩薩一定會保佑你 當時我們到的時候 很多老外 那個老外都 一百九十公分 很高 齁他拼命丟拼命丟拼命丟 沒有半個人投的進去 那沒有半個人投的進去 後來他們走了 我們很多會計師 尤其那些男生 男生那個企圖心比較強 也一直丟一丟丟 沒有半個丟進去 因為很高 難度蠻高的 那我根本不想丟 我的秘書在旁邊說 哎 理事長你丟一下嘛 我說我才不要的 那高的人都丟不進去了 那我這麼矮 我丟不進去很丟臉 我說我不要丟 那要離開的時候 不知道誰掉了一塊錢 就這樣滾滾滾滾滾滾滾到我的腳邊 那我的秘書就把它撿起來 就拿給我說 哎 你是人丟啦 我想好啦 既然人家都滾過來了 我就丟拿起來 就一丟進去 就丟進去 大家聽起來好像天彎夜台 我跟大家都知道 羅書的一個特色 就是不會講謊話 就丟進去 當場二三十個會計師 大家鼓掌 那第二天回來 下會期就接到一個記者 打電話給我說 李市長 你從三十名跳十四名 我當時趕快把電話掛掉 我用詐騙集團 我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三十名跳十四名 後來要回家的途中 那個 親民黨的秘書長打電話給我說 哎呀 那個蘇蕾啊 你趕快到黨部來 有重要事情跟你講 我說我們在出什麼事情 行李都還沒有那個 我就趕快行李 叫人家給我帶回家 我就衝到親民黨 告訴我說 明天要去登記 你從三十名跳十四名 坦白講我都認住了 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我自己都覺得 怎麼這樣 本來講說 我三十名我讓你排 排個意思意思 排給你說好 人生嘛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能夠被排在部分區名單 也是一種榮幸 也是一種肯定 那怎麼知道說 那個 可是沒辦法 已經造成事實了 所以我就來到立法院 那來到立法院 我就只有一個念頭 我告訴我自己說 老天叫我來了 我管你什麼 國民黨 我管你什麼民進黨 我管你什麼黨 只要 是對台灣有利的事情 只要是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我就一定不要把你揪出來 我管你政府有什麼弊端 我都把你抓出來 所以弄得我自己也是遍底淋傷啊 我剛剛一開始講說為什麼 為什麼剛剛要來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說 今天會不會被人家罵 因為大家都知道 立法委員 其實立法委員 是一個良心事業 對我來講 我來到立法院六年了 我來立法院六年當中 我說立法委員 也就是一個民意代表 他就是一個良心事業 那這個良心事業 你看你怎麼去做 那你當然你去做 因為立委他兩個最重要的職責 一個是什麼 審核預算 那審核預算當然是要把政府部門裡面 不合理的 有沒有胡編的 有沒有濫用的 有沒有不合理的 要把他抓出來 可當你把他抓出來的話 你就是怎樣 你就是擋人財路 一定會擋到很多人的一個利益 那政府這幾十年來 從蔣經國時代一直到現在 裡面那個政府結構的內部裡面 錯綜複雜 那個利益集團很多 尤其是那個國營事業 你只要動到他的利益的話 那就是在跟他作對 可是這些人 很多都是怎樣 都是有些黨派的色彩 比如欸 是國營事業的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是不是有很多國營事業的 他們很多人 大部分也會去加入國民黨的黨員 那他就會在很多的場合當中 故意跟你唱歌 跟你罵你這樣子的來糟蹋你 那再來第二個職責就是 立法案 那立的法案 有些就會牽涉到說 某些財團的利益 或者說某些團體的利益 就要角力啊 比如說建築師 跟土木技師 還有那個什麼結構機師 互相在搶業務啊 像那個磁科研鴨匙啊 那個牙科研鴨磨師 還有什麼師 大家都在搶 我是會計師也是一樣 有什麼記帳室 稅務室 大家都在搶 那在搶的過程當中 就有些法令 就會牽涉到他們的利益 那所以立法業員就是一個經濟場 那到底 你能不能夠 你的法令要不要通過 那牽涉到有很多龐大的利益的結構在的話 那就看看你這個立法委員 你本身的那個定力 跟你本身的理念是什麼 你會不會受誘惑 你不會受威脅 那這個就要考驗你的一個抗拒的一個力量 那在這樣的一個角色之下 那到底你如何做好一個名義代表的一個 一個稱職的一個角色 我舉給大家來講 譬如說監督預算 我剛到立法院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財政委員會 其實立法院裡面 有幾個委員會是大家搶破頭的 一個財政委員會 一個經濟委員會 一個交通委員會 像那什麼司法委員會 什麼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個都沒有人要去 所以那個都是不會有人搶 可是財政委員會 交通委員會跟經濟委員會 這三個委員會是搶破頭 大家都好 趕快去 因為財政委員會管什麼 管很多的那個 幾乎公股銀行 還有財政部 新管會 那你到了財政委員會裡面 假如家裡有企業要跟銀行借錢的 那是不是可以跟他談說 額度高一點 那假如你不給他 或你那個的話 他就預算給你刁難 所以真的是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 是良心事業 那我第一屆我到財政委員會 我為什麼到財政委員會 剛剛不是提到說 很多人在搶嗎 那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有個慣例就說 那個委員會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區域立委先登記 有剩下名額的話 才給什麼 才給不分區的人來拿 那那時候我是不分區立委 我沒有選擇的一地 我只有什麼 等看看有沒有機會 當時財政委員會 比如八個名額 區域的已經登記了七個名額 只剩下一個名額 那剩下那個名額 有六個人要搶 那要搶怎麼辦呢 叫抽籤 那抽籤的話 你看那個籤裡面 六個籤在裡面 只有一個是籤 其他五個是差 在裡面 那要抽籤也有規矩的喔 要資深的先抽 那時候我們的資深的 就那個潘偉剛委員 他最資深 那人家說 你先抽 他說我不要抽 他說那個 我運氣一向不好 他說我不敢抽 你們先抽 那第二個是誰 邱毅 他說哎呀邱毅抽 邱毅說我不要抽 那個 萬一那個運氣也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你一個錢其他差的話 那機力比較那個 那讓別人先抽 那其實我是最資淺的 我本來要最後抽啊 那後來他們都以為欺負我 說羅書雷你先抽 你先抽好了 好我就一抽拿起來圈圈 就圈圈 兩次都一樣 我第一屆 等於說第一個會期 第二個會期 都是六個人 我抽起來 圈圈 所以我兩個會期在 財政委員會 到第三個會期 他們不讓我在財政委員會 就怎樣 欸 既然說 全部八個全部登記逛逛啊 因為有一個從來沒有在財政委員會的那個 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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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委員啊 就突然之間跑來登記 後來他私下跟我講說對不起啦 那個因為 你在財政委員會 大家都覺得你很討厭 所以喔 就叫我來登記 拜託我來登記 那沒有關係 他來登記 那也無所謂 那我就去登記什麼 我說嘿 還有一個交通委員會 我去登記啊 後來老天隊我不錯 一抽 中了 對 那為什麼 他們會那麼討厭我在財政委員會呢 我跟各位報告 當第一次我到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預算 那時候預算裡面有一筆 非常 非常離譜的 就是我們政府編了 編了一億 去補助 產險公會跟受險公會 那請問 產險公會跟受險公會都非常有錢喔 你看那個那個 什麼國華人壽啦 什麼什麼 一大堆的人 什麼藍山人壽啊 當然他們那些業務員啊或什麼 也許他們是那個比較辛苦 可是他們那個老闆啊 他是 公會 那公會的一些成員啊 李建市都是那個大老闆啊 那為什麼要補助他 那當時我看到我覺得很奇怪 我說 為什麼要編一億 去補助 產險公會跟受險公會 我說這樣好了 你把那個名單拿來 把名信拿來我看一看 到底這個一億 是什麼花的 那我就把它刪掉 我就提案把它刪掉 我說 你把名信拿來我看 既然我把它刪掉的話 第二天早上 馬上跑了一個 自稱是國民黨的高層 他說他以前是 國民黨的什麼高層 就跑了 講說 而且 跑到我辦公室 不僅來到我辦公室喔 還拿了一張 那個什麼 撤銷 同意書啊 因為我們三預算以後 只要在大會之前 還可以提案說 我 把它取消 他就我同意取消的書 就拿到我辦公室來 非常囂張 跟我講說 我們這筆預算 編了二十幾年 沒有任何一個立委敢動它 你怎麼可以把它刪掉 你怎麼可以把它刪掉呢 那個 你不分區立委是我們給你的 假如說 你不那個話 我有辦法把你的不分區立委拿掉 把我不分區立委拿掉 他就拿一張 他說 你這張最好簽一簽 趕快明天送出去 我當然聽到我都跟他講 我說你算老幾啊 我說我不分區立委不是你給我的 我說我不分區立委 是當時親民黨宋主席提名給我的 他就是要到我要到立法院來監督 這些不合理的預算 我說我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要看難道我這卑微的要求 你給我一張明細說你一一發到哪裡去都不行嗎 我說 他說免談 我說你給我滾出去 他說我一定把你不分區立委拿掉 我說我謝謝你 我還希望你把我拿掉 我也不想做 後來我不理他 過來沒幾天 我們當時我們的那個書記長 書記長大家都知道 那個立法院的書記長也蠻大的 他找你麻煩你也是很多麻煩讓他找 我們那個書記長都打電話給我 好啦告訴你們是誰啦 就謝國良啦 謝國良打電話給我說 蘇勒姐那個預算喔 你最好不要刪 那個牽涉很廣 那那個假如你把它刪掉的話也沒有用 將來那個政黨協商的時候 王院長會把你戳掉 他說王院長會把你戳掉 我都跟他講 我說王院長會不會戳掉 是他家的事情 最起碼我盡我立法委員的職責 我發現這筆有問題 我就把它刪掉 假如不刪掉的話 我說不刪掉的話 我對不起我的良心 我說我就是刪 要怎麼樣隨便你 我說隨便你 我就不理他 後來好多人找我好多人壓力很大 後來我才知道什麼 既然那天來找我那個所謂的國民黨的高層 他就在這兩個公會當門神 當顧問 一個月付他20萬 就付他20萬薪水 他當然他要護航啊 那麼他們去找很多人 包括他去找宋楚瑜主席 那宋楚瑜來問我為什麼 我就跟他說明 後來宋楚瑜只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你認為你對了 你就去做 沒有人可以開除你 會開除你的就是你自己 除非你被人家抓到什麼毛病 所以我把它刪掉 刪掉以後 那謝國良更離譜 他不是我把電話掛掉以後 沒多久他又打來給我說 蘇雷姐 我剛跟你講說王院長會把你抽掉 那是我自己講的 不是王院長講的 就來施壓 就來施壓 那麼後來到我們要開大會的前三天 開大會 差不多前兩天 那個人又跑來 抱了一大箱 沒有名氣喔 就裡面一本一本一大堆 就抱一大箱來 就丟給我 說那個一億就是這些 一億就是這些 你自己看一看 看完的話 把這一張撤銷同意書簽一簽 這麼囂張 他以為我不會 因為他拿來的時候 差不多下午五點多了 那再兩天又要開大會 他以為我不會看 我那天沒有回家 我一個人在立法院裡面 我把他看完 因為他忘記我是會計師 我很會看賬 我就一筆一筆給他對 一筆一筆給他對 我們那個晚上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上 我打電話給金管會的保險局 因為他們這個預算是保險局編的 我把金管會的保險局那個局長找來 我跟他講 我說你看 我說這個 我可以用弊案來打 你要刪掉呢 還是 我來開記者會 他就趕快把他收一收收一收 就給我鞠躬說 委員對不起對不起 就跑掉了 從此那個一億就被我刪掉 到今天為止全部刪掉 可是你想 那個 那個所謂國民黨高層他會晃過我嗎 他當然不會晃過我啊 他到處 到處選舉 天天都有人顯現到國民黨黨部署要開除羅蘇雷 到處講說 羅蘇雷很可惡 一天到晚找我們國民黨的麻煩 這個人是南皮立谷 我說什麼谷啊 我都不知道我是什麼谷 我是南皮立谷 我說我有啃到你國民黨的預算嗎 我是在替全民監督啊 這些錢都是大家辛辛苦苦繳稅來的啊 可以讓你這樣亂花嗎 把它刪掉 還有一次 我們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發銷會見 是不是發銷會見 那時候一個人是不是三千六 可是那個錢八百多億是借款來的 真的我們現在財政非常困難 當然啦政府花錢給大家 花錢給民眾 民眾當然很爽啊 很高興啊 可是你政府的政策 不是讓民眾爽一下就好 你要想到就是說 你這個錢你是借來的 你將來要還誰要還啊 是後代子孫要還 以後的年輕人以後的小孩子要還啊 不是讓你爽一下就可以 所以那個錢不能亂花啊 可是他好 那時候他就一定一意孤行 我們現在不看 拋開看那個 其實家會見的政策是失敗的 好 謝謝 家會見的政策是失敗的 那我是要講什麼 就是說 我們在審家會見 審那個八百多億的預算的時候 那天從早上 審到下午五點 那時候所有的立委跑光光 因為很多立委都是來簽到 有時候很多人問我說 哎呀為什麼每次電視喔 那個訪問都看到你 我說因為立法院大部分 只剩我一個人在而已 因為我都九點 我每天早上七點鐘到辦公室 到先看一些資料 九點鐘進一場開會 他開到十二點我就待到十二點 開到一點我都到一點 開到兩點我都到兩點 我都是一定等開會完畢我才離開 那下午就在自己辦公室裡面看門診 就澄清了很多 現在差不多全國被欺負的人都來找我 那那個好我就一進去就開始審 說立委跑光光 只剩我一個人 那那個時候官員一百多個在 因為簽證到各部會嘛 比如說有財政部的啦 交通部的啦 經濟部的 每個部會的人全部都到 他們一百多人 在我那個大禮堂裡面就要審 我就一筆一筆跟他算 比方我跟他算說 他們也編一筆預算很奇怪 因為我們那個消費件 是屬於會計憑證 用完以後要保存五年啦 那個數量很多啊 所以是不是要去租一間倉庫來放 他當時編的預算說 一瓶邊多少錢 邊一千兩百兩百塊一瓶 那租個大倉庫 五年下來 他等於是說五年下來花了錢 差不多要花五百多萬 那邊五百多萬 那我說那裡五百多萬 你可以去買一間啦 不是租一間啦 而且我說當時這麼不景氣 在那什麼五谷工業區啦 什麼科學園區啦 很多那個廠房啊 都空的沒人要 一瓶兩百塊就有了啦 還有怎樣 還有那個裡面那個台銀啊 台銀那個倉庫空了一大堆啊 放到那裡面就好了 所以就把它刪掉 一筆一筆跟他對 包括那個什麼掛號會 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去領有沒有 去都是自己去領 你沒有領的時候 自己到郵局去拿 既然你自己到郵局去拿 他一個人要收你四十五塊 那你們家五個人的話 就還是乘以五喔 那我就跟他講說 欸那個掛號信 掛號信是要你們的郵局的郵差 送到他家門口 要送兩次喔 兩次不在 你在他家門口貼一張紙說 請你什麼 來臉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你不用跑啊 那為什麼你掛號信是四十五塊 這個也是四十五塊 我說你們都是在花國難財 所以我把它刪掉 那我一直刪了五千萬 很辛苦喔 雖然錢大家想 喔八百億跟五千萬喔 好像數字很少 可是要抓他那個五千萬 你要一筆一筆 而且你要跟他爭鋒相對 跟他一筆一筆算 好那好不容易算到五點 下午五點多精疲力盡了 沒有時間再算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算 很累 後來走了 走的時候 上會了以後 有個立法院的一個職業 跑來跟我講說 微言微微 剛剛他們那些官員啊 都在罵你 都在罵你說 你一定是神經有問題 不然就是因為沒有結婚心理變態 又不是你加了錢 你把他們弄那麼細幹什麼 而且害他們從早上九點做到五點 他們坐著屁股都很痛 那我心裡在想 那難道我不痛嗎 他說他們說 你這個人怪怪的 你一定不正常 或者沒有人會這樣做 你看沒有人在 大家都跑掉了 只有你一個人在 那時候我回到辦公室裡面 我的職業都下班了 我一個人坐在那個椅子上 我心裡在想說 我心裡變態嗎 我是不是不正常 難道我這樣做錯了嗎 難道我這麼認真 替大家在守這個錢 雖然不是我交的錢 可是我是在進我立法委員的一份職責 在幫大家看守荷包 後來其實那個職業還跟我講說 委員你這麼辛苦也沒有人看到啊 也沒有人給你鼓掌啊 那你幹嘛 你幹嘛那麼辛苦 後來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不是沒人看到 老天還是有眼 有一個記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他就登了一個頭版頭條 他說 羅淑雷一擬當官 替國父審了五千萬 他就寫了 他說裡面內容寫說 所有人都跑光光 只剩羅屬的一個人在審什麼 結果他寫了 那當時 我打電話去謝謝那個記者 那個記者告訴我說 那個 他那天前場都在 他說他如果不寫的話 他對不起良心 所以我是說 人在做錯還是有人在看 所以後來登出來那樣一段 那大家都知道說 在審這個預算的過程當中 真的要花很多的時間跟精力 一筆一筆去看 譬如說 我們桃園很近嘛 那個國際機場 有出國人都知道 機場是不是有那個狗 那個企毒犬 那個毒品啊 聞水果的啊 很可愛那個企毒犬 那個企毒犬啊 是澳洲送給我們 因為全世界最好的企毒犬 就米格魯那種的 還有那個 幾種狗種 那是澳洲送給我們的 我們就母狗 那我們自己繁殖 我們現在目前有23隻 那那個照顧他的那一個訓練員 薪水不算 他薪水不要算 我請問你 我們要養這樣的一隻狗 他很珍貴沒有錯啦 他每天要吃人生啊 他每天都要吃什麼補品都可以 你請問你 家裡有養狗的人啊 一隻狗 他一年要花多少錢 猜猜看 一百多萬 多少錢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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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不是啊 你們猜嘛 就是說你按常理判斷說 我養一隻狗 你會不會天天問他吃人生啊 重點天天讓他吃牛肉啦 那也會吃死啊 也不行啊 對不對 我請問你一隻狗 你們 你們家 你們家養一隻狗一年才花多少錢 蛤 五千塊左右 齁 五萬齁 還有嗎 還有沒有 兩萬 齁 你們你們都太善良了 他編多少錢呢 編兩百二十萬 編兩百二十萬 而且怎麼藏 他把那個營養品的藏到那個地方 把那個什麼看病的藏到那個地方 就他一個不 每次喔 為什麼立法委員沒有辦法審預算 他就是他的那個預算書啊 那預算書都是每個部門 因為他這個契族錢是放在移民署的預算 啊 你比如說喔 你看到這個好像這個只有十萬 好像很合理 可是當你換到後面的時候 你已經忘記前面了 你忘記說前面還有一個十萬 再換 跟你亂藏 那因為我是會計師嘛 我很會勾姬 查帳那個勾姬 而且本來就有那種職業的訓練 我就全部把它收了那個帳 全部給他加起來 兩百二十萬 後來那時候媒體也有包出來說 人不 我打錯我說這人不如狗啊 一個人一年也沒有花到兩百二十萬啦 既然編兩百二十萬 後來講把他刪掉 那還有 我們為了這二十三隻狗 要蓋一個房子給他們住 要蓋一個房子給他們住 請問 為了這二十三隻狗 我們要去 他是用一個舊的房舍來改的 那他編多少錢 大家猜猜看 猜猜看 要給狗住的喔 五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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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萬 猜猜看 還有沒有 三億 所以喔 所以坦白講 我在立法院裡面這麼多年喔 有沒有錄音 有沒有錄音 我跟各位講喔 我在 我在當會計師的時候 我都跟 不過這個話我也跟馬英九總統講過啦 也不怕人家知道啦 我都跟我的客戶 跟我的親朋好友講說 怕不賺錢 不要怕繳稅 繳稅是 我們國民的義務 也是我們的光榮 能夠多繳錢很好 可是我來到立法院喔 看了這麼多胡亂的預算以後 我改變了 我都跟人家講說 一早就一早了 其實講這種話喔 心裡面很痛 真的 真的心裡面很痛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為什麼很多政府機關他的預算敢胡亂的編列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 真正每天跟他們爭 跟他們鬥 那那種壓力多大呢 比如說好 我們把它刪掉 你剛剛 我剛剛就提到那個 一億的那個 一億的那個 產險工會 他就想盡辦法攻擊你 想盡辦法那個 那麼 尤其你 假如說你的 預算 有牽涉到很多國營事業的 還有牽涉到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 一些那個機關的 比如說我們講 中油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去講到說 基層的 一些基層的那些員工的狐利 我就覺得說 假如國家賺錢 照顧他們是天經地義 理所當然 可是一些不對的 胡爛的 比如說 那個亂花的 而且那個錢到底跑到哪裡去 沒人知道的 那當然要把它抓出來 比如說我們中油 中油最愛什麼 中油最愛探勘 那台電最愛什麼 台電最愛蓋電廠 那中油探勘 因為探勘有沒有 不知道嘛 你說我在探勘啊 其實台灣就是這麼小小的一塊 台灣哪個土地有油 不知道嗎 每一年都編幾十萬在探勘 他們都挖挖 西挖挖 我說我就是在挖 那挖到什麼 那你挖到底要花多少錢 不知道 你看有一個地方叫查德 我們總共花了好幾百億 在查德挖 一直挖 其實查德都跟我們斷交了 縱使你挖到有人再也不會給你啦 現在預算還在編 那那個查德 我們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油他怕人家罵 就花了一個叫捷報 說我們現在在中油 我們在查德挖到油了 一天可以生產九千桶 九千桶一天喔 還有什麼 還可以挖到那個天然氣 有三萬五千平方米一天喔 捷報 以後台灣人都可以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坐一坐坐去睡 不用工作了 好捷報 那我一直在等啊 一直在看 我一直在看 後來過了半年 都什麼都沒消息的 我都行一個文 給中油說 那那個九千桶在哪裡 三萬五千平方米的天然氣在哪裡啊 硬回來啊 只要硬回來以後 台灣不會那麼可憐了啦 不會去砍那個公務人員的年重慰問金 不會去砍那個什麼小孩子的營養午餐 還有人們都要吃的啦 還不會說那個十二年國教 還在排富不排富啦 你只要拿回來的話 台灣人都工作了啦 我趕快運回來啊 後來紀蘭給我回問說 委員沒有啦 我們那個只是實驗而已啦 我說實驗你在怎麼捷報 你發那麼大的新聞說你在捷報 他說實驗而已啦 所以這種胡亂的預算的編列 比如說真的是 那個齁 我說假如我要講這個必亂 我以後退休了以後齁 我要出一本書齁 叫你所不知道的立華燕齁 種胡亂編 編的你看看幾百億 每一年探看都幾十億幾十億在探 台灣都挖爛掉了 什麼小油坑啊 什麼坑啊 都挖爛掉了 還在探 那還有說 要到那什麼印尼去種什麼麻蜂樹 因為麻蜂樹的那個素質說可以提煉油 其實在種之前 那個好像也是花了不知道也是十幾億去 說我要去試驗看能不能種麻蜂樹 其實去之前人家都告訴他說 那個地方根本沒有辦法適合種麻蜂樹 要種種在台灣就可以了 可是因為在台灣種會有人看嘛 會有人監督嘛 你跑到那邊去種沒人知道吧 也是去 那個預算之胡爛亂編 可是當你把它砍掉的時候 他就發動很多這些國營事業的 這一些很多不知情的員工都告訴他們說 你看看那個羅蘇蕾多可惡 把你們的什麼預算都刪掉 只要我們一刪掉這個預算的話 第二天我們就不得安寧 我的辦公室幾乎天天都打電話 來罵你啊來恐嚇你來羞辱你啊 包括我們的助理都受不了告訴我說 委員我們不要那麼認真好不好呢 那種壓力是大 甚至於說在很多的場合 都會故意這樣給你罵你 你怎麼天天在罵國民黨 你怎麼天天在那個 我說我沒有罵過國民黨欸 我是罵國民黨裡面那些不孝的人欸 對不對 那我本來難道把這些不合理的 把他抓出來不對嗎 天天攻擊你天天天那個 那所以大家想想看 當一個立委 我經常告訴我自己說 我來立法院六年喔 我沒有發瘋喔 算夠堅強的 然後不咻笑夠堅強的 那你看你在這個審核預算的過程當中 那你發生到很多的一個弊案 發生到很多的不合理 那你到底要不要把他救出來 你要不要把他救出來 當你救出來的話 那你就受到很多很多 就是你阻礙到人家的利益嘛 就擋人財路 那擋人財路的後果 就看你能不能夠去承受 能不能夠去承擔 那政府部門裡面的這麼多預算裡面 你怎麼去 怎麼去監督它 所以我經常在講說 立法院確實是需要一些專業的 可是我們現在目前台灣的思維 好像大家怎樣 已經沒有忘記了說 從小我們念書的時候 我們老師 我們的前輩都告訴我們 說要顯賢已能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台灣現在就只有看到藍 看到綠 好像大家都是色盲 眼睛只有藍綠 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到底 等到一天到晚在罵說 立法院裡面那些立委都是怎樣怎樣 一直慢罵 我心裡在想該罵的是誰 該罵的是你們自己 因為那些人是什麼 那些人是你選出來的 台灣的選舉只有感情沒有是非 只要有你的親戚朋友告訴你 哎呀 回這個啦 回這個啦 因為這個比我更好 這個比我更好 這個比我更好 就沒有去考量說 到底這個人 這個人 他有沒有辦法 對 國家 對台灣 有沒有意義 可是 可是你當你很認真的一個立委 在立法院裡面 你受到了責難 受到了威脅 那就 很大 那時候好 其實我個人是想說 我當了一屆不分區 我想啊 有當過就好了 趕快結束 我不想做 我不想做 那 我在不分區裡面 因為不分區立委是政黨提名嘛 他要隨時開除你就可以開除你 不過他最近開除王院長沒有開除成功 所以一些不分區還比較 看你能不能自由自在一點 可是我是沒有錯 我是不分區人 我是不聽從他的指揮的 我在我的腦筋裡面 我沒有黨派 我管你國民黨要怎樣 我管你民進黨要怎樣 坦白講 在我內心的深處 我的理念是 國民黨要倒你去倒 民進黨要死你去死 只要台灣不能死 台灣不能亡 我的綜藝市場就只有這樣子 可是我因為三億算 因為批評政府不對的政策 我那時候天天電視 很多名嘴天天都在罵我 你看看那個電視 有時候我自己坐在那邊看 天天罵這個羅蘇雷 怎樣我這個羅蘇雷 不分區立委 不知道這個不分區立委 是黨給他了 還不知道感恩 還天天在罵 其實我有時候我在想說 我沒有罵我 我沒有罵黨耶 我都是在弄都不對的政策 有錯嗎 可是他們天天就修理我 那個什麼唐湘龍啦 那個李彥秋啦 還有那個什麼李濤啦 不過罵我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你看那李濤那節目都掛掉了 那當時我自己在看說 天天罵我 甚至有人說羅蘇雷你有種 你就不要去當不分區 你就出來挑戰區域立委 我保證你選不上 天天在那邊講 他越聽越氣 那我這個人有時候也不好 也不對 所以我媽媽 我媽媽就很氣 她說我這個人經不起人家雞 她一直雞我 我說好 我就挑戰區域立委給你看 我都選擇了一區 最傳統 大家認為說所謂生男的嘛 所以我挑戰誰呢 知不知道 我想沒有人在台北 我挑戰蔣校園 我挑戰蔣公啊 所以我就選擇一區 這台北市的中山跟松山區 那是一個比較傳統的那個 松山區都見村很多的 我說好 我都挑戰你蔣校園 我就要看看台灣台北市人民的智慧 到底是說你是為了藍綠去投票 還是有選選也能 我就要看看就說 我羅淑雷這幾年來 雖然我天天在監督政府 我天天指出政府的不對的政策 雖然有很多人討厭我 可是我不相信說 在整個的社會裡面沒有人喜歡我 所以我都挑戰蔣校園 我就選 我當時在選的時候 整個國民黨 整個國民黨 雖然我是國民黨黨員 真的悲哀 我在選的時候 我黨員名冊拿不到 他不給我 因為他知道我挑戰蔣校園 國民黨是每個里 每個區都在幫他辦座堂會 辦所謂的顧本會報 一直幫他辦 那我呢 我的支持者在哪裡我不知道 虛無飄渺 我就靠著什麼 靠著一支麥克風 跟靠著一部吉普車 我沿街沿講 沿街去宣傳我的理念 到最後我打敗蔣校園 真的是 也是老天幫忙 我只贏他0.5% 一通電話而已 所以我更堅定說 一個立場就說 是老天叫我來的 觀世音菩薩叫我來的 因為我本身是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當然任何宗教都是一樣 我就告訴自己說 是菩薩叫我來的 不然我怎麼可能會贏蔣校園 我怎麼可能 在這樣一個艱困的選舉當中 我會贏他 可是我更相信 台灣的老百姓 還是慢慢慢慢 他會覺悟說 我們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民意代表 那麼我贏了他 而且在正式選舉的時候 我選了台北市最高票 因為那個區塊 要選台北市最高票 是從來沒有過 而且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贏了他 我當了台北市最高票 所以所有的選民對我的期待 所以我就很認真認真地在做 那剛剛提到預算的部分 那再來呢 再來就是台灣 還有那些所謂的一些政策 對跟不對的政策 比如大家都知道最近 最近我們不是有在推行4G嗎 是不是4G 就電話那個手機電話那個4G 那那個4G 不是大家來標嗎 後來是不是有一千多億 那那個錢力金一千多億嘛 那政府好不容易有一千多億進帳啊 我們現在一年喔 其實台灣現在目前喔 假如沒有辦法趕快改善這個的話 那台灣以後年輕人很可憐 所以為什麼 我都一直跟很多公務人員 一直跟他們講說 當然為什麼政府要砍所謂的年重慰問金 說為什麼要去調整這個年金制度 因為台灣真的沒有錢 我們現在一年 當然政府浪費了也很多啦 我們一年的收入 差不多有一兆七千多億 可是我們一年的支出 要一兆九千多億 也就是一年不夠兩千億 十年就兩兆了 那你這兩千億裡面 從哪裡來都一直借錢來的 舉債來了 那舉債要不要還 當然要還 所以政府好不容易說 有這個一千多億 要拿進來 國庫來彌補這個空缺 可是 這一些4G業者 他們就動腦筋 他們說 要立法委員 他們就找了因為很多的立委 因為我本身在交通委員會 這個提案要在交通委員會 所以他們就提案說 要把這個4G的這一千多億 拿做要專款專用 所以要做為那個4G的基礎建設用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啦 專款專用 把這個4G的錢拿來做4G的基礎建設 可是你想4G的基礎建設誰要做 他們要做啊 就好比那個機場 那個免稅店去投標 那標給政府全力金 那政府拿到全力金 那裝潢誰要做 當然業者要做啊 所以4G的基礎建設誰要做 當然業者要做啊 他們自己要花錢來做 怎麼會用到這筆錢 怎麼會腦筋動到這筆錢呢 可是業者就是這樣子 有挖 我們國家就敗在一些財團 有挖 拼命挖 那也勾結 我們立法院這些不孝的 我們立委 當然我也不便講我哪些人 他們就提案說 這筆錢一定要專款專用 要修法 那現在立法院裡面交通委員會 只有誰在擋呢 就羅蘇雷一個人在擋 那我擋到什麼程度呢 我有時候我都不敢去上廁所 我都怕說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偷偷讓他們過 所以我一定進去就坐在那個地方看 守在那個地方 假如要省那個 所以就說 有一些 你像一千億 他不要拿多少 他拿十億出來 擺平這一些 去上官會用的話 那就夠了 那人會不會受 錢誘惑 人會不會被誘惑 其實現在的顯示出了大問題 也就是說 大家認為說 什麼叫立委的肝骨函 立委你要不要審議算 或者是說 你要去顧問你自己的所謂的公平正義 到底很多法案有沒有符合公平正義 那這個就是每個人的一個良知 跟他的一個天生的一個良性 還是說你自己的一個信仰 可是有時候又有很多地方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就是說 你會受這個誘惑 就我們的顯示出了問題 所以當初改成什麼 單一選期兩票制 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林毅雄 當然他是台灣的一些 我們的一個 一個 大家都認為說他是一個很良知 他台灣很多的政策 我們都很支持他 而且很敬佩他 可是他有時候很多的想法跟做法 其實是不對的 台灣這個單一選區兩票制 所產生出來的立委 這是一個很不對的制度 為什麼 每一個立委都被綁架了 你因為你選區就那麼小 那也就只有一個 所以當你要拼的時候 你就是立委就要當里長來做 立委就是要講 要在選區裡面去跟人家拔弱 去跟人家訓 包括你很多的很多的一些經費 比如說每個里長 那個里長他要辦活動 他一年假如比較正常的里長 我們不要說他比較認真的 一年最少辦五次活動 那那五次活動的話 比如說什麼中秋端午過年 還有那個什麼 延宵節 母親節 父親節 什麼中年節他辦活動 那他辦活動的時候 他都會叫說 立委贊助 那有些不要有良心的那個里長 就隨便你啦 你只要讓他磨獎 你提供個禮品讓他磨就可以 可是有些南部的里長 有些南部的一些區塊 都要叫立委送走 他說喔 那個現在選區裡面 立委你最大 所以你要送什麼 要送電視機冰箱頭獎 那台北有些要叫你送腳踏車 那你一個立委 平均一個里 一年的花費 一年的花費最少最少 一年 差不多要五萬塊 那你像我是算少 比如說我的選區六十五個里 我一年是要三百萬 可是有些南部的他要花上千萬 那我們薪水 我們薪水還兩百萬而已 那你叫他怎麼辦呢 你叫他怎麼辦 那你說好助理 整個國家的預算裡面 他只給你四十萬 他給你助理會 很多人都以為說 喔立委你是不是拿很多錢 立委就助理會四十萬 你只要認真的 像我的助理 因為你要研究一個方案的話 要花很多時間 好等一下 我就再跟各位談幾個 研究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事情 那你四十萬裡面你要請 像以我來講我請二十七個助理 二十七個助理 那一年就要多少錢 我是幸虧是說 我還以前我當過會計師 那反正財產都申報了 大家都知道我有多少錢 那我以前賺的錢 包括我一些房租的出租的收入 那我是把它當作說 我來立瓦宴 我是來修行 我是來做功德 所以我就把我的房租啊 我說哎呀 只要不要虧很多 反正我是一個人保錢加保 那也沒有後顧之憂 那管他了 不夠就賣房子好了 我是這樣子 我才來立瓦宴 我二十七個助理 那請問 為什麼說 你這個立委 假如他沒有其他的收入 你叫他怎麼辦 所以顯示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說 為什麼每次顯示 哎呀為什麼都是那種當選 都是好像有錢的人 才能夠來當立委 其實沒有錢的人來當立委的話 你只要做一件你就再見了 那我們知道 我們臺北市有個叫秦慧珠 大家不知道 有個秦慧珠 大家覺得他很兇 好像他很很很很很 很波辣 其實他在還沒有當民意代表之前 他是記者 他先認識製作人 他先認識以前就是 那個電視中視有個什麼花系列的製作人 很有名的製作人 他們在還沒有當民意代表之前 他有四棟房子 後來他當了幾屆的市議員 當了立法委員 當到最後立委落選的那一年 他四棟房子全部賣光 四棟房子全部賣光 到最後沒地方住 還是我提供房子給他住的 後來他又選上市議員 所以這個顯示出問題 而且這個整個的制度設計都是錯誤 不應該說你對立委 你要看看他怎麼拿那個 那為什麼你到底要幾個助理才對 看你是不是認真研究法案 那我們剛剛提到是說 預算法案還有說你怎麼樣去做一些對民生意義有關的 大家都知道那個米酒 米酒從180塊醬25塊是誰醬的 誰醬的 我問的怎麼會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白做工 對180塊醬25塊是羅蘇雷醬的 那為什麼我會去做這個米酒呢 為什麼會去做這個米酒 當時就是有一個老先生來跟我陳情 他說他媳婦好不容易生了一個孫子 那因為他已經生了三個女的 這次生了一個男的很高興 他就要好好給他媳婦補一補 所以他就去買那個人家私釀的米酒 因為我們公賣一瓶賣180塊啊 那私釀米酒賣一瓶賣差不多25塊啊 還是一斤多少錢啊 所以他就去買私釀米酒 那事實上私釀米酒大部分都是加工業酒精 都加工業酒精 他說他的媳婦吃了那些米酒以後 那手都發抖 臉也發抖 包括連那小孩子都在抖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私釀米酒他為了成本 他都加那個工業酒精 那以前的工業酒精比較毒 吃了馬上眼睛瞎掉馬上死掉 那現在的工業酒精跟塑化劑一樣 他比較不毒 可是他會侵蝕你的神經 他會慢慢什麼 以前是馬上死 那現在的工業酒精是讓你慢慢死 你吃了以後慢慢手會發抖 有些人臉一直跳一直跳 就你的神經受損 慢慢侵蝕你的神經 慢慢會癡呆 那我們當時他來跟我講說 那我才發現說 那這個蠻嚴重的 那要怎麼去 來把180塊降25塊 要降到跟民間一樣呢 那時候我去做 請了100個工讀生 去做前審去訪查 到前審的餐廳去問 你們到底是用 那個公派級賣的米酒呢 還是去買私釀的 98%都是用什麼 私人的 因為你180塊太貴了啊 成本怎麼那個 那98%都是用私釀米酒 尤其是我們的米酒 一年以前在賣25塊的話 一年也行賣1萬瓶 後來降到 降到100萬瓶都沒有 所以就知道說那個炒到哪裡去 那我們又發現一個很嚴重的數字 就我們進口那個工業酒精 假如用在工業用途的話 也許說假如用在工業用途 只要10噸 可是他進口了30萬噸 10萬噸就夠了 為什麼要進口到30萬噸 那其中20萬噸跑到哪裡去 跑到你肚子裡面去嘛 那很多人都在講說 欸我又不吃米酒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喝米酒 是啊你是沒有在喝米酒啊 可是你天天都在吃米酒 你看看那個自助餐 那什麼排骨的便當了啦 什麼滷地咖滷什麼 那他在滷的時候 要不要把那個米酒加一加 你去餐廳吃飯 哪一道菜不怎樣 不加米酒 所以米酒對台灣人來講 它不是酒 它是什麼 是調味品 所以已經侵害到國人的健康 而且比塑化劑還嚴重 所以當時我就說 我們一定 什麼 那個乙醇 對 所以它雖然是比較不獨 可是這個對人體 他們當然有些人講 它會排泄 可是有些排泄系統 比較不好的人 也沒辦法啊 就跟塑化劑一樣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什麼肝癌啦 什麼大腸癌啦 一大堆毛病都一大堆 全世界第一名 而且洗腎是台灣 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這個已經危害到國人的健康的話 是不是會降下來不可 所以那時候我的修法提案 要把它降下來 當我在修法的時候 財政部反對 所有政府機關全部反對 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他們說 因為我們已經加入WTO 我們加入WTO 所以要有那個稅金 差不多180塊裡面 稅金差不多佔了150塊 150塊 那假如你這個米酒 要降下來的話 那包括中英國也要降 包括那個日本清酒也要降 所有的酒都要降的話 那我們損失慘重 不能降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改了 我說好 我說米酒對台灣人來講 我們不是酒 是調味瓶 所以我把它改成叫 紅標料理米酒 有沒有 那我說說好 你中英國你要降可以 你叫做中英料理酒 你要不要 日本清酒你要不要降 我說你叫做日本什麼 料理清酒你要不要 他當然不要啊 所以我們就把它降下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就為了米酒要不要降價 跟財政部抗爭 我們去跟總統講 好謝謝 甚至於我自己 我跑去跟馬英九總統講 所以後來馬英九總統 他在選舉的時候 拿了一瓶米酒到處去說 是他降的 不過當然也是他降的 因為是他同意的 他同意了 不過研究報告是誰做的 羅淑雷做的 那那時候要降的時候 那時候要降的時候 財政部反對 尤其是煙酒公賣集更反對 他說你降25塊 他們會 他說你降25塊 我們會虧本 他說他會虧本 我說你不會虧本 我算給你看 你材料多少錢 你人工多少錢 你費用多少錢 我說你賣一瓶米酒 還可以說賺多少錢 還可以賺兩塊三 我說你不要忘記 我是會計師 我給他做一個成本分析給他看 後來他沒講話 平衡夢想說 好啦 我們就降 所以就要從此把它降下來 包括我們的長途電話會 以前台灣 不管你從台北打到桃園 或你台北打到高雄 都叫什麼 長途電話 現在沒有長途電話會了 前省只有叫做單一電話會 這個是誰這樣的 也是羅蘇蕾 我說日本九州那麼大 他的本州那麼大 美國的加州也那麼大 人家在他們州裡面打電話 有沒有叫長途電話 台灣就這麼小 為什麼我從台北打到桃園 要長途電話呢 你告訴我個理由啊 難道那個坡度 那什麼電坡不一樣嗎 那當時我們也有去做一些分析 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的那個電話 要透過那個什麼 衛星的一個叫中心一號 那當然要去做那些坡度的研究 因為你要說服我們的器官 因為你要叫它降價 後來我們就研究了一套 也是花了半年時間 我們一組人在研究 那那個研究的結果 我說為什麼 後來中華電信沒辦法 後來怎樣把它取消掉 五十幾年來 從有中華電信 都欺負我們台灣人 什麼叫長途電話 把它改掉 現在叫做什麼 叫做室內電話 不管你在前台灣 你打到哪裡去 都是什麼 都是室內電話 那中華電信 也做不夠錢啊 我跑去跟馬英九講 其實馬英九很討厭我 因為我一天到晚都去 都去逼他做一些事情 那他做得很心不甘情不厭 我去跟他講 我說中華電信 已經不是國營事業了 他當時 我跟阿扁真的對不起台灣 他把我們很多經濟母都賣掉 這一點我們真的是要那個 我們給他機會 台灣人對他期望 可是他真的是胡搞瞎搞 中華電信是我們的經濟母 他把百分之六十五的股錢賣掉 賣給那些外商 賣給那些大財團 那你一年每一年賺多少錢 每一年都賺一個資本以上 賺都賺三四百億 都可以賺一個股本 他的EPS都四塊五塊以上 所以你為什麼 假如說他今天他是我們的國營事業 你賺了錢歸我們大家全民共享 那你要怎麼漲價讓你去漲 你要怎麼樣 可他已經是什麼 他已經不是國營事業 他百分之六十五是外資 你每年賺的錢都是給那些外商拿走 給財團拿走 我們為什麼要讓他賺那麼多錢 你為什麼不把這些 這些福利利潤 來讓錢民混享呢 所以我天天逼他 後來他也降價了 可是他降價 本來以前我們是三分鐘一塊半 三分鐘一塊半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五分鐘一塊三 所以五分鐘一塊三 所以中華電信的人也是恨死我 所以你去降 把這個長頭電量降下來 還要降什麼 第四台 第四台是不是很貴 那個有限電 有限電那個第四台啊 他的成本差不多一百多塊 那每個月給我們收四五百塊 每一家都賺翻了 都像那些大的企業 大的那個第四台都已經賺翻了 那你賺翻了以後 你是不是要適度的 要把它調降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 第四台它是獨佔事業 每個區塊就一家一家 那當然有些區塊的 第四台它是比較 邊緣地區的是沒有那麼好賺 可是在都位區裡面 尤其是台北市的 那些第四台喔 每家都已經賺了好幾千億 那你為什麼要讓他這樣子賺呢 為什麼讓他這樣呢 那合不合而言 當然要把他降下來 那降下來 當然最近他是降了二十塊啦 感覺上好像二十塊不多啦 可是你要知道喔 為了這個二十塊 你是不要跟他拚命 因為他一家二十塊的話 那全部他差多少 他一年可以差好幾億 那可是我們還是去增 那你這樣的每一項的公共匯利 每一項那個你去跟他調降 你去跟他那個 你要花多少時間 剛剛提到就說 剛剛那個米酒 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我請一百個工徒生 因為你要跟政府去說 你要去說服他說 你這樣是不對的 那你就要收集一些證據 收集一些相關的法令 相關的那個 所以真的假的 其實一個認真的立委 他一年 假的能夠做一個案子的話 那就 阿彌陀佛 那可是有 他一年抄法案 他就把以前別人選過的沒有過的 一直抄一直抄 拼命抄 他一年可以有幾百個法案 修法 那時候沒有抄的 可是我們很多的監督機構 有個叫什麼國會監督聯盟 他是看量 他不是看你的職 他說你看看那個羅蘇蕾只修一個法案 可是有某某個立委他修了一百多個 我現在想他一百多個怎麼修啊 因為你要去研究去那個 而不是去抄人家 那時候我在提這個米酒降價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這樣變25塊 那有人照我的抄 只是他把數字改 改成23塊 那23塊不知道從哪裡來 而且抄我的助理在提法案的時候 因為我們法案提出去 要送給每個委員去聯署嘛 那有些委員看到你這個法案說 喔這個不錯 這個將來會有成績 所以他就照你的照抄一遍 那只把你那個一些字改掉 比如說我25塊他變23塊 那我們助理打字 他也沒看到他還照錯寫下去 所以抄 那抄比較快嘛 你要研究比較慢嘛 所以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去研究了米酒 花了半年的時間去研究了這個 這個長途電話 又一些中華電信的條件的匯率 甚至於有很多一些不合理的一些法案 不合理的一些東西 我們好好的來把它審核 不然風給他弄旁邊好了 沒關係 蛤 蛤 哈哈哈哈 對啊 如果輸出的話有人會把他殺掉 所以喔 要等那個離開立法院 所以 就是說 為什麼一開始 我都開中民就講說立委 這是一個良心事業 看你是抱著什麼樣的心境 你來做 那可是你的抗壓性更方便你要夠 所以 有人講說好人不會留在立法院 因為你沒有辦法忍受那些抗壓 沒有辦法忍受一些苦惱 尤其是剛剛又提到單一選區的話 幾乎選區裡面的紅白帖 你都要去跑 你不跑的話 人家說你很難度 所以你到底是 你是要當你的地方行呢 還是要當國家行的 這就定位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每一個人 每一個立委 很多人都說 我放棄立法院 不在立法院審議算 不在立法院修法案 選擇去跑地方 因為 他假如地方不去跑 很多活動不去參加 有些人說 哎呀我怎麼都沒有看到你 好像你都沒有做事 所以其實這個制度是不對的 這制度是不對的 那你看看 比如說好我今天 我早上一早跑來這邊演講 我馬上趕快趕回去 我11點鐘一定要準時走 所以就知道說 那地方上一大堆的活動 那尤其是 你看現在是在什麼 每個學校的畢業典禮 那你每個學校去跑 端午節 中秋節 中元節 那尤其是中元節 是我們最害怕的 因為 每個里他都在中元普渡 那中元普渡的時候 那里長都告訴你說 哎呀立委我對你最好 我給你的桌子是最大一塊的 我給你桌子最大一塊 你看 別人沒那麼大 其實他給我越大塊 我越難過 我是心裡面在想說 拜託你不要 不要給我這麼大桌 因為你要怎樣 他給你那麼大一桌 你要把它擺滿東西 你要全部鋪滿 你總不能給他換個兩三樣 換個幾個水果 你要鋪滿 因為他給你插一個旗子 叫 那只要桌子都滿滿的 只有我的桌子 只有餅乾幾包的話 那我還要不要混 所以你要把它擺滿 越滿 代表說你越尊敬他們 那你擺滿了 你拜完你說我可以拿走嗎 當然不能拿走 那這個里 那當然他在中元普渡的時候 還有別的里長會來看嘛 別的里長會來參加 另外里長告訴我說 尾妍 其實他對你也沒有很好 他那個桌子還不夠大 你下次到我們里來的話 我給你一個更大的 這個就是我們立委最大的悲哀 那請問 假的都是這樣的話 你錢從哪裡來 你錢從哪裡來 所以就制度害死人 制度殺人 所以為什麼很多立委 他很多人 我剛剛講說除了世襲 那為什麼要世襲 有些他是為他家庭事業護航 所以很多人罵說 立委你去包工程 你去怎樣 你怎樣 可是因為這些 可是又說 因為就是要這些人 他才會當選 因為他有錢 可以去做裡裡面很多事情 那我剛剛就講說 我為什麼我還可以混 就因為我以前還有一點錢 那可是我能夠撐多少 撐多久 不知道 撐到我不能撐為止 所以這個就說 台灣制度殺人 制度害人 我沒有意思要替那些 替什麼貪污舞弊的那些立委護航 或替他們講話 我說台灣的制度不改 台灣的這個選舉制度不改的話 選舉文化不改的話 真的我們大家蒙心自問 當你在投票的時候 你腦筋糊的是 是不是因為這個立委 或這個名義代表 這個鄉民代表 這個人 是因為我是認為說 他很認真很青年 我選他 還是說 因為我是國民黨的 所以我就選國民黨 我是民進黨的 我就投民進黨 或者是說 因為是我媽媽叫我選的 或是說 我隔壁的阿姨 或隔壁的好朋友 拜託我選的 大家想想看 是怎樣選出來的 所以 你假如要改變台灣的 整個的一個政治生態的話 那要從哪裡改起 就從你自己改起 假如你自己沒有去先改說 或者你去告訴你的所有朋友 或告訴你的兒女說 我們要什麼 要選誰以能 假如沒有這樣的概念的話 那台灣的政治 永遠沒有辦法清廉 台灣的政治只有 立法院天天在吵吵鬧鬧 天天在為一些 有利益的法案護航 還有為個人利益去護航 不是包工程 就是趁抗陶一大堆 那你假如說你是一個 很潔身制 很多人 我在立法院是姑鳥 所以我就想說 你姑鳥 那姑鳥就姑鳥嘛 因為一個人 你不能夠違背 你個人的一個信仰 跟你個人的良心 雖然我在立法院是姑鳥 很多官員討厭我 很多官員恨死我 包括我們自己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也天天罵我 天天天天天在那個 可是他們越討厭我的話 你們是要越愛我才對 是不是呢 所以我想今天 因為我11點鐘要離開 所以我就留點時間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大家不用忌諱 酸的辣的都可以問 我都可以接受 那個舞陽高架 我記得好像有一些 不同黨的委員 立法委員一直在質疑 甚至謾罵 那個舞陽高架是這樣 舞陽高架確實弊端很多 包括 包舞陽高架的那一間難公司 已經出了這麼多問題 他也包我們的核四 包我們的核四 既然蓋了一團糟糕 還可以去包我們現在的金門大橋 那什麼大家都知道嗎 為什麼 舞陽高架 原來的預算是400億 400億 他本來是要在102年的 年底才能夠完工 後來我們英明了馬英九總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英明 他說 我們為了慶祝我們100年的國慶 希望能夠提早完工 所以要叫人家100年完工 那我們的交通部是馬屁精 明明知道沒辦法100年完工 因為有些混泥土啊 你要灌混泥土 他要有 比如說混泥土一定有說 他要幾天 才能夠再灌第二次嘛 那有些工期根本沒辦法趕了嘛 明明知道不可能 可是我們交通部說好 總統我都聽你的我100年要完工 所以預算就從400億增加到800億 後來100年有沒有完工 沒有完工啊 也是到102年的六七月才完工啊 對不對 可是後來 預算完工是600億完工 既然我們英明的馬英九總統 到處都跟人家講說 你看看我們舞陽高架 我們都成功 我們省了200億 所以 後來有一次我都跟總統講說 總統不要說了啦 我會用笑啦 包括那個 我剛剛提到最早 剛剛提到那個 蕭惠劍 齁 那時候馬英九總統說 我們請 花了200萬 去請那個中華經濟研究所研究 說那個蕭惠劍是成功還是失敗 那天總統請我們吃飯 他坐在我旁邊 他就一直 他說你看看 消費界我們是最成功的 我們可以得到世界金字紀錄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全國花的 所以我們台灣是全國花的 你看大陸只能敢花一省 日本也敢花一省 所以我們台灣是全國花 所以我們可以進世界金字紀錄 還有我們 好成功 他坐我旁邊 我說總統 不要再講了啦 因為台灣就這麼小 人家別的國家是不敢全國花 我們台灣就這麼小 當然我們當然是全國花 這個會進世界紀錄嗎 我說還有總統 消費界是失敗的 我不要等那個經濟研究所的報告 你還花兩百萬去叫他做研究 我說我不要 你給我二十萬就好了 我現在就告訴你失敗 因為我看兩個數字 我就知道失敗 那個三千六七四個額啊 是要誘因啊 照理論上來講 那個消費界是要花什麼 越有錢的人要花越多 尤其要花給女生 為什麼要花給女生 買東西嘛 我給你三千六 你口袋裡面再拿出三千六 變成七千二去買東西 這個才要創造那個什麼 陳述效應啊 這個才會成功嘛 那我們現在台灣沒有 什麼消費界也可以什麼 也可以去繳協會 協會你本來就要交了啊 也可以去繳營養午餐 也可以去繳那個 那個是已經是社會福利政策了 所以整個都錯亂掉了 你知道 那當時在做這樣 我都一直跟他講 我說你不對不對不對 我在電視上也天天罵他 我說這個政策不對 你給人家錢當然很爽 可是你國家的政策 不能夠是因為讓老百姓爽一時 可是你是一個錯誤的 你沒有失敗 我說因為什麼 我說因為稅沒有增加 代表說什麼 大家都去去買你原來要買的東西 尤其那時候在過年 很多人都拿這個東西 到大賣場去買東西 是不是都替代效用 你原來要買的 只是本來是要掏你自己的錢 現在變成政務幫你租錢而已 還有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信用卡刷卡的數字 減少那一部分 剛好就是消費界的數字 所以有沒有成功 當然失敗 那時候跟總統講不要說 他好氣喔 他恨死我 我每天早上七點鐘進立法院 一直到開會 我剛剛講嘛 開會到十二點就是十二點 結束就十二點 那麼下午 下午的時間幾乎都是人民陳情案件 就是 我 我只差沒有 我說我們辦公室只差沒有掛 沒有那個抽號碼牌啊 就一個排一個 好像在看門診一樣 那我錄影 電視公司配合我 每天四點半到六點半是錄影 那六點半完了 晚上就可以去跑脫啊 就好 禮拜六禮拜天都是跑脫啊 沒有錄影 所以可以來這邊跑脫啊 我等一下還是回台北去跑脫啊 我今天還有八通要跑 對 那我唯一就是說 我每天晚上我不熬夜 我天天我差不多十二點鐘 我一定睡覺 我六點鐘起床 那我 我 因為我是接受 我沒有做過虧心事 所以我睡眠很好 我只要躺下去的話 五分鐘都睡著了 而且我都可以睡 我在車上也可以睡 在回機場也可以睡 那你有沒有說 你快記事務所 我現在快記事務所 就是有給別人 就是別的快記事做了 等於是我還是掛負責人 因為我還是快記事公會理事長 我要掛負責人 可是我已經不簽證了 不職業了 我怕人家講說 哎呀什麼利益迴避 所以我完全 我已經兩三年沒有進我的事務所了 可是事務所 當然我還是老闆 他們要付我房租 最後一個好不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時間關係 來請問一下 我們的技術建設像電力還有電信 鋪馬路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一次鋪完 這原因在哪個地方 謝謝你 我用一個例子 就知道 我們那個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是每一年都要花好幾百億 要花一百億 去挖那個伊尼 每年挖 每年都挖 很多人建議說 你應該從上面做藍沙壩 做起來 也許做藍沙壩要花五百億 可是那五百億 他不會做 為什麼 因為要每年挖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那個鋪柏油 假如說用三米粒的 我不知道幾米粒 我亂講了 比如三米粒的要一百塊 用五米粒的話 也許要一百二十塊 可是三米粒的可以用三年 五米粒的那個可以用五年 那我們是選擇用那個三米粒的 為什麼 因為可以每年鋪 所以為什麼說 那個繳稅的時候 稍微想一想 好吧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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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馬英主總統 他當總統以後 為什麼 什麼 他一直領導 物價上漲 你們立法委員都沒有作為 還有 一點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 姓竹你們知道嗎 請你歡迎來加入 謝謝 那個 我在跟馬英九總統 講話的時候我跟他講 我說總統 你要當民軍 而不要當婚軍 甚至是暴軍 我跟他講 那 立法委員 國民黨的立委 六十幾個 不婚區的占二十幾個 什麼投票都投輸 那再來 你說我在立法院 他說他現在就從來沒有 國民黨 包括兩獎時代 都不敢這樣做 他用黨計儲分你 罰錢 每次罰錢 給你 投票還對就扣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被扣了 罰一萬 那去投 跟民進黨一樣 就變兩萬 我曾經有過一個月的薪水 只剩多少錢 剩五萬塊 我被扣了三十幾萬 這個會期 包括昨天又被扣兩萬 那可是 我覺得我是 立委是良心事業 我對我的良心負責 那我們要這樣講說 民進黨是 當然是反對黨 對也反對 不對也反對 其實也不對 我們講真的 那國民黨 那時候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也一樣 對也反對 不對也反對 現在國民黨執政民進黨 不對也反對 不對也反對 亂一衝 就反正給你弄得很亂 那 我有我的堅持 跟我的理念 國民黨對的 我對他 國民黨不對的 我很對他 油電雙掌是不對的 可是 分君 只能這樣講 謝謝大家 我要走 非常感謝 來我們再來用鄉下 過來鼓勵一下 謝謝我們的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用我們的歡呼好不好 羅委員來 羅委員 歡迎 過這次拜 來 羅委員 歡迎 非常謝謝 謝謝 下次有聚會再來 反正真的立法院事件 我跟你講 三天三月講不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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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一場 我們是不是本土台灣人 班仔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還有一場 恭喜我們的羅委員 非常辛苦 謝謝 來各位議員大家好 待會兒 我們休息三十分鐘 在十一點半的時候 待會兒要考試 考的就是 議員格言進階班教材 還有剛才羅委員 所講的話 有沒有記住 還有昨天我講的話 有沒有看到彩虹 也許有可能 那可以利用